歡迎收看每日之短新聞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今天會見到訪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 雙方討論了兩國的軍事合作前景 以及深法合作等議題 盧卡申科在會面中表示 兩國合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針對第三國 雙方需要的是保護自己的國家和人民 李尚福就代表國家主席習近平 向盧卡申科致以最親切的問候 表示白俄羅斯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 白俄羅斯國家元首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對盧卡申科為世界和平發展 作出了巨大貢獻表示敬意 認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的兩國邀請 李尚福本月14至19日 到俄羅斯出席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 並且訪問了白俄羅斯 美聯社報道 中國似乎在南海有主權爭議的中建島興建機場 美聯社分析衛星圖片 相信機場跑道在本月初就開始施工 目前規劃的跑道長度超過600米 足以容納渦輪的螺旋長飛機和無銀機 但就不可容納戰機或轟炸機 圖片中也可以建造貨櫃和建築器材 中建島屬於西沙群島之一 北京早前一直都強調 中國對於南海諸島 以及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編報道就說中方拒絕透露在南海島嶼的施工細節 只是表示目的是維護全球航行安全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據報 和被俄羅斯扣押的前海軍陸戰隊員 衛蘭通過電話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發表 布林肯希望衛蘭可以繼續保持信心 又說美國政府正在盡一切努力 盡快讓衛蘭回家 衛蘭的家人就希望美國政府 盡快採取可以確保衛蘭獲釋的設施行動 衛蘭被指控從事間諜互動 他2020年被俄羅斯法院判監16年 衛蘭就一直否認指控 美國政府也認為 衛蘭是被錯誤拘留要求莫斯科放人 另外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諾夫就說 俄美兩國正在利用有效渠道交換囚犯 強調說事實證明有關渠道是有效 美國夏威夷州無伊島三火 增加至至110人確認死亡 摧毀或損壞約2200座建築物 當地民眾質疑 假如當局可以及早響起警暴 能否減少人命傷亡 無伊島應急管理局主管安達亞 就為局方在三火期間 沒有響起警暴的決定辯護 他說夏威夷的警暴戲 主要用於提醒民眾注意海嘯 因為他們受過訓練 聽到警暴就會去高處避難 如果火災期間隨便響起 反而會疏散去捱煙的地方 或錯誤走向火牆方向 他說警暴戲主要位於海邊 對於位處地勢較高的人來說 就算響起身作用也不大 夏威夷州州長格林 也為母響起警暴戲辯護 同時下令州檢查總長 聘請第三方調查人員及專家 全面調查今次緊急應對三火的措施 並且強調不是刑事調查 最重要是吸取教訓 令日後更安全 據美國新聞周刊15日報導 一名北約官員就建議烏克蘭可以透過 俄羅斯各樣部分領土 來換取他成為北約成員國 那這建議幾乎會否接受呢? 巴士的部評論員Anthony跟我們說一下 Anthony你好 據報導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的 私人辦公室主任 賢森提出了烏克蘭可以通過向俄羅斯各樣部分領土 換取其成為北約成員國 賢森還說必須由烏克蘭決定他們想要談判的時間和條件 當被問及北約是否認為烏克蘭必須放棄他的領土才能夠加入北約的時候 賢森回答說 我不是說事情必須一定要這樣 但這樣或者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他還說 關於烏克蘭戰後地位的討論已經是進行之中 有其他的參與方已經提出烏克蘭各樣領土的建議 在延深發表上述言論之後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波多利亞克發文 對此表示譴責 他就說 用領土來換取北約的保護傘 這樣是太荒謬 這樣意味著故意選擇民主的失敗 鼓勵全球犯罪 維護俄羅斯的政權 破壞國際法 將戰爭傳給後代幾代的人 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 尼科連科也公開拒絕了 言深的建議 說絕對不可以接受 他在臉書上發文說 我們一直認為 北約和烏克蘭一樣 是不會拿領土來做交易 北約官員有意或者無意地參與 索造有關烏克蘭 可能放棄我們的領土 這些罪事 這樣只會對俄羅斯有利 報道說到有一名北約官員隨後 也就言深的提議發表了評論 重申北約對烏克蘭明確而堅定的支持 烏克蘭媒體《歐洲真理報》援引這名北約官員的說話 說道 他說我們完全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正如北約領導人在7月以紐斯峰會上重申的 只要有必要 我們將繼續支持烏克蘭 我們致力於實現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另外據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網站的報導 烏克蘭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秘書丹尼洛夫堅稱 在舉行和平談判這件事上 烏方並沒有受到美國和其他盟友的壓力 丹尼洛夫聲稱烏克蘭當局將會自行處理談判的問題 他還說 有關基附會在西方施壓之下 就與莫斯科達成和平協議 這些所有的報導只存在在互聯網 並沒有任何真實的證據支持 在丹尼洛夫發表上述的說法前幾天 烏克蘭外長富裂巴跟烏克蘭媒體說 他說世界各國最早可能會在今年的秋季 推動烏克蘭和俄羅斯進行談判 呼籲談判的聲音現在是越來越大地說的 謝謝Anthony 美國紐約市政府以安全考慮為由 禁止在政府擁有的設備上 使用短片分享應用程式施速 要求各單位在30天內移除這個程式 TikTok是由中國科技公司自治跳動擁有 在美國擁有1億5千萬用戶 由於擔心中國政府可能會施加影響力 美國很多國會議員呼籲在全國範圍內 禁止使用TikTok 路透社和益普索發布的共同的最新文調譯顯示 禁判受訪的美國成年人支持禁用TikTok TikTok表示不會亦沒有與中國政府共享美國用戶數據 並且已經採取了實質的保護措施 來保護施速用戶的私隱和安全 中方早前就說 美方至今沒有拿出任何實質性證據 證明斥速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但一再作出有罪推定和無理打壓 是泛化國家的安全概念 濫用國家權力 打壓別國企業的霸權霸道行徑 香港政府統計署公佈 5月到7月失業率2.8% 較上一次微跌0.1個百分點 就業不足率不變維持於1.1%的水平 有111,700人失業 減少了大概1,900人 就業總人數就增加約1萬9,200人 達到370萬8千人 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見下跌 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運輸業、資訊及通訊業 以及地產有相對明顯的跌幅 按照行業分析 與消費及旅遊相關的行業 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合計的失業率較上一次下跌0.3個百分點 到3.7% 零售及主宿服務業的失業率就下跌到0.2個百分點 分別是到3.3%到2.8% 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就下跌0.5個百分點 一直到4.3% 勞工及福利股局長舒玉咸就說 勞工市場繼續改善 指望將來隨著經濟復甦 勞工市場在未來數月應該會進一步改善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10月25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 現正進行公眾諮詢 他說日前前往國際廚藝學校 了解本地的職業專才培訓課程發展 以及全球餐飲的新居室 並且還聽取了學院和學員分別在招生培訓 以及就業發展等各方面的看法和建議 李家超期間就品嘗了學員職場沖的港式奶茶 他就說香港有很多傳日制兼讀制 以及在職培訓的課程 提供給各年齡層的人士選擇 發展不同的技能、投身不同的行業 他說政府會繼續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學徒訓練 並鼓勵學徒留在行業作長遠發展 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 說環保署、食環署和地政總署 處理涉及新界村屋的排污設施投訴時 擇權意見分歧、缺乏協作和交換資料的機制 甚至有投訴個案要差不多轉介了一年才得到解決 公署向三個部門共提出了十項建議 包括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 提供一個給各門各自職能 以及權限交互交流的平台 遇上複雜的個案應進組初商應對 又建議環保署及食環署 探討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聯合執法 申訴專員趙惠賢就認為 這三個部門各有局限 但亦各有能力 只要部門專注解決問題 就可以透過協助平台合作 可以提高解決投訴個案的機會 每日《支點新聞》就說到這裡